好 我們的環保署長 張子晉出席海洋大會 這帛琉 我們的友邦 說不能用中華民國 這什麼意思 不能用中華民國 他原來有說他是 中華民國的部長 現在只有 The Honorable Minister 子晉張 尊敬的張子晉部長 因為在國外環保署 就是他們部會 這叫部長 都稱部長 這邊就 你看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這是環保署的英文名字 台灣 本來這邊應該是有 中華民國拿掉了 台灣 我就是也不太解了 就是說為什麼不能用中華民國 顯然老公也不想你用中華民國 我們跟柏六既然是邦交國 用的一定是中華民國 我們常常講說我們再怎麼樣 我們還有十幾個國家 承認中華民國 就我們的邦交國承認 事實上這個中國叫做中華民國 雖然大部分不是這樣 但是這還有十幾個 這也是為什麼 努力要維持一些邦交的原因 至少還有一些人承認你支持你 所以北京也很奇怪 你不是說台灣就是台獨嗎 當中華民國的時候 你又不承認 要他拿掉 弄成台灣你就爽了嗎 你不是台灣變成好像看起來變成 當然老公的解釋印象 是我們的一個省 但是從台獨人解決那就獨立 那就是台獨 為什麼不行 中華民國不見了 所以在很多時候 共產黨跟民進黨那個目標一致 都是消滅中華民國 我講很多次 在這個地方你就看得出來 這很矛盾 對不對 好吧 那吳釗燮說 我們跟柏六並沒有邦交於立 他是我們的邦交國 立委當過 他說為什麼不維護中華民國 吳釗燮說你覺得我們不想嗎 好 以前譬如說你用 中華台北參加奧運 民進黨就罵你為什麼不用 用台灣中華民國 國民黨可以講 你以為我們不想嗎 這是個現實嗎 想都想 誰不想用政治的國民去 我們看一下 國民黨可以用他們的國民 只要我們不可以 我們用台灣 用台灣就算我們的內文裡面 本來就是有中華民國 結果又被改掉 委員 我們以前的參與 沒辦法參與現在這麼好 到現在已經算是一大進步 我們對外的新聞說明 也就是一大進步 一個國際組織 我們台灣能夠用台灣的名義 去參加 這個已經是經過很多的努力 你覺得我們不想嗎 你是覺得說我們外交部 我們就放棄了中華民國這個名號 而且更可惡是美國也不堅持 美國叫我們改 不要去得罪 就像最近美國要搞一個什麼 什麼印太什麼經濟組織 所以不要參加 因為東協國家有點疑慮的 變成這樣 賴軒 不是 我覺得今天 吳莊先生在立法院 反問溫立委說 你覺得我們不想嗎 要是我是溫溫逸祥對不對 我一定說 對 我覺得你不想 因為我覺得對於 我覺得現在民想 覺得你有一個非常 最吊詭的地方 就是他都會跟你說 那我們也想要 問題是我們也建立最大的努力 但為什麼我們都沒有看到 過程當中的努力 他對努力在哪裡 覺得真的他是想嗎 他真的是捍衛中華民國嗎 還是說他覺得沒有中華民國 就說有也很好 沒有 只剩下台灣也還不錯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某個程度來說 對於民進來說 我覺得他最 你可以說他是投機 或者他最滑溜的地方 居然這個地方 就是說對於尤其吳釗燮 我覺得好歹好歹 不管如何他是一個外交部長 我覺得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他心裡面怎麼講是一件事情 但是外交部長 是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今天如果說我們今天去參加 這樣一個我們的什麼海洋大會 我們真的覺得我們是用盡全力 要去捍衛我們的國家主權的話 如果不行的話 那你不要參加 不要參加不行嗎 我們今天過去也說 為了爭取我們台灣在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在國際之間的地位 必也就鳴呼 那我們可以不要參加 所以我的意思是事實上 這件事情或許變得那麼大不了 只是在於說到底民進黨 在面對台灣在國際的空間當中 到底心裡面真的想的 跟他嘴巴裡面講的 是不是心口合一 坦白講 你要問我 我覺得不是 要問問文傑 對 問問文傑 你們是希望用中華民國 還是用台灣 在立法院的回答 我覺得太滑溜了 民進黨希望怎樣 因為他這個我們的海洋單會 他其實是聯合國海洋委員會 下面的一個 附屬的一個會議或是組織 所以他從聯合國的角度來看 你台灣就不是一個國家 他就不承認只有中華民國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 用台灣也是很好 至少在我看來 可以用中華民國就用中華民國 可以用台灣就用台灣 可以用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也覺得也很好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沒什麼好吵的 因為他這個組織 其實本來就是屬於聯合國的組織 能讓我們用台灣 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所以我覺得這事情 沒有什麼好吵 其實我覺得不是重吵 我覺得這件在於是 吳釗學說 我們進了最大的努力 他沒進努力 我覺得他沒有 好歹這個過程告訴我們 你怎麼樣努力 結果真的是不得已 這件事情只要到了民進黨 他執政都無所謂 因為你說這件事情 你說不是個事嗎 沒有 如果我們在野 用台灣也是可以接受 一個帛琉是我們的邦交國 這個是大家都比較覺得 比較特別是邦交國 如果連我的邦交國 我都不能使用我正式的國民 請問一下 我們到底哪裡可以走得出去 而且這件事情是 原來我們是用中華民國 後來變成改成為台灣 當然也許像文傑 也許民進黨政府 或者吳釗雞還覺得還爽 最好我本來就想用台灣 最好用台灣共和國 我不曉得老共到底怎麼想的 一直打壓打壓到這邊 台灣你很喜歡 結果跟搞了半天 這個老共跟民進黨政府 心裡想的是一樣 我們也覺得非常奇怪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在民進黨 就是永遠的雙重標準 我就套一句 這個蘇貞昌講說 飛得出去最重要 就是前兩天不是那個 華航那個Cargo 對 把台灣的意向砍進去 那時候大肆的大內宣 說我們讓台灣能夠飛在天空上 結果後來就偷偷的就改裝了 又改回來了 然後大家說 為什麼又改回來 就說飛得出去最重要 奇怪了 同樣當時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如果國民黨執政是這樣的話 立刻矮化主權 賣台 這個丟臉 對不對 一大堆這樣的事情 就如同剛才趙大哥講的 比如說中華台北 當年用中華台北 在國民黨執政 還去參加WHO 記不記得葉金川被罵成什麼樣子 我們還有民進黨派出來留學生 說丟臉 罵他 什麼一大堆 結果現在 我們不是一樣用中華台北 我們用了什麼樣的名義 連邦交國都不能用中華民國 吳釗燮你到底在兇什麼 所以我覺得吳釗燮應該 真的好好出來道歉 而不是還反問說 難道我不想嗎 誰都要想 但是你做不到 其實民進黨的雙標 其實不是第一次了 太多 對 非常多 不過這次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說 有很多可以去值得討論的地方 我去過帛琉 然後去了帛琉 我記得我第一站 我就去到大使館 先去看一看 慰勞一下我們大使館這些同仁 然後接下來兩天的行程 其實我去看了很多 包含他們的體育館 是我們去出資援助的 他們的教育部 他們的醫療 然後還有很多的漁業 農業 其實都是我們去輔導 然後我們去資助 然後我們去協助他的 我們跟帛琉其實是一個正式的邦交國 我必須要講的是說 如果連正式的邦交國 我們在他所主辦的活動上面 在我們的邦交國領土上面 我們都沒有辦法用 當初我們跟帛琉 遞約的中華民國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叫做外交突破 我們的外交突破 難道到了邦交國 我們必須還要矮一解嗎 當然我覺得這個中間 其實美國紮紮實實 也是做了很多的設計 跟心眼在裡面 因為我們知道這一次的海洋大會 主辦的是帛琉 但是協辦的 其實背後就是美國這個老大哥 所以可以用台灣這個名義去 其實我想我們很多人在台灣 還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畢竟中華民國 是我們一個應該走得出去的國號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會不會是一種 又想要去刺激中共 只是達到了美國他自己的目的 可是我們台灣實質得到了什麼 所以在這一次我覺得 吳昌謝在之前沒有去努力 沒有讓中華民國這個國號 可以正式的走出去 又要去強調他有外交突破 然後面對立法院質詢又左右閃躲 我覺得非常的不可取 來 宋編輯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反正 我們能出去參加這些各國會議 當然是我們應該要做 只是這個名稱上面來講 其實我覺得 我們老實說真的是 看不太到部長他所謂的努力 真的是這樣講 因為的確是你看這樣子一個 尤其是邦交國 邦交國 我相信我們那邊的外館 一定是掛的是中華民國 那個明顯絕對是這樣 對 那怎麼會說到這樣 然後他說我很努力的 我覺得當然這個 老實講一般人聽起來 大家還不太聽得進去 不過我還是要跟北京喊喊話 這國際上還要尊重中華民國 存在的事實 還就是這個事實 你再把他拿掉了對不對 拿掉了就是輕痛愁快 民進黨很高興對不對 那你老公到底達到什麼目的